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定要注意 家里到处都放钱 不好的习惯带来的只是穷困不堪 囊中羞涩 家中零钱不可乱放 那么你的钱财再多也会散尽 不少朋友不知是图方便还是习惯的原因 家中的抽屉 书柜 桌子甚至沙发上都有钱 随意乱放 随意处置 鱼缸不易空 鱼缸是家居生活中常见的招财物 家中有这种脏东西 在求财越来越难 因气重必有大凶 然而家中鱼缸不易空 否则财运容易流失 且还会影响到夫妻感情 家运不昌盛 子孙遭殃 坟前砍树 阴宅坟前有这种鬼露头的现象 家运必有大破财 财路被堵住 风水上记载坟前砍树 坟前树是坟墓主人的院子 砍树后会疾病缠身 重新种些树 病情慢慢会好转 富人都在使用的风水学 不收藏肯定后悔 室内环境 一 客厅不易阴暗 不利招财 二 地板不易高低不平 否则运势也会坎坷 三 鱼缸不易过大 四 客厅不易挂猛兽图 如龙 虎 豹 鹰 狐 熊等 亦使家人健康运势受损 五 不易在屋内摆放假花 假草 影响恋情 婚姻和财运 六 床头不易装镜子 影响健康 家中的电灯泡竟然也有风水玄机 一 客厅与玄关属羊 客厅的灯要够高 够亮 使灯光散布在整个客厅中 二 卧室属阴 卧室的灯光应柔和 三 儿童房因挑选时 应从独特的造型及灯光上唤起儿童的想象力 四 厨房属火 易采用冷色调白光灯 五 卫生间属水 易用暖光调黄光灯 六 阳台属金 安装明亮户外式的壁灯 养鱼风水 让你财运有余 一 购买鱼的总数必须为单数 二 一缸鱼中一定要有一尾深黑色的鱼才可稳定财运 三 养鱼树木 建议养七条 四 若鱼缸挨着墙壁 墙上可以挂上瀑布 大海之类的照片 象征裁员生生不息 且难以计量 五 鱼缸须板在阴暗处 远离阳光直射的地方 沙发风水 沙发背后要有石墙 不要是门窗或通道等 这种格局叫无靠山 沙发无靠 心理上会缺少安全感 风水上讲是散泄之举 难以望定望财 沙发不要与大门对冲 上方不要有横梁压顶 沙发摆设一弯不一直 顶上不能有射灯 另外 沙发的前后方都不能有镜子 这样都不利于宅人健康 家庭风水阴气太重 化解方法 一 常开窗户增加阳光 二 点长明灯 家里经常开灯增强光线 特别是每月的初一和十五夜里 十到十二点的时候 在家里点亮两个小时左右 三 调节颜色 装修房子时多用暖色调 阳性色调 四 多邀请朋友到家聚会 增加人气的同时 也增加风水方面的阳刚之气 五 请打扫卫生 及时清理路 室内养七种花草会带来一年好运 富贵族 客厅 客厅易选用的品种有富贵族 红韵当头 蓬莱松 七叶莲 发财树 金钱树 招财树 君子兰 兰花 鲜克兰 橘等 这些花卉 蕴含 吉祥如意 聚财发福之意 富贵族又称万年竹 其叶片浓绿色 长势旺 栽培较较为广泛 一般都用于家庭贫栽或盆栽互养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为大家今天带来的内容 感谢收看 欢迎转发 点赞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